我们今次的主题是讲到合神心意的教会 在碧巴中坚守主的名 我问了梁姑娘 她解释了我 她说不是这七间教会合神心意 就是她们有合神心意的地方 她说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 从她们那里学习 就不是说她们很合神心意 因为这里有一半是讲到她们合神心意 不过有一半是讲到她们不合神心意的 所以我们明白合神心意是什么 是原意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 我也想简单讲一讲 关于启示读七封书信 其实有两个错误的解释 不过我讲到两个错误的解释 让大家有些认识 第一个错误的解释就是 这七封书信是写给七个时代的教会 她说现在我们就是老底家时代 这个是不孽不业的时代 就是历史上不同的时代 这个她觉得是这样 不过是没有圣经的支持的了 我们很重要的解释是从圣经解释圣经 就是圣经以外的你可以作为参考 到底那样东西是否参考呢 我不知道 不过起码不可以作为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没有说到 圣经是神的说话 神讲说话的时候 我讲的就是这个 就不用说 其实神是讲另一样东西的 这个叫灵意解经 灵意解经是什么呢 灵意好像很好 其实灵意解经就是说 他的说话背后有另一个意思 是字面没有的 这个其实是错误的 譬如有人解释到这个马太十三章 讲到这个割菜种的比喻 其实中文翻译也不好的 割菜种其实是割种 它不是割菜 我们吃的那些割菜 不是那些割菜 是割辣 是割种 他就很小粒 但是他生出来很大 他就讲到后来很大 有些小鳥住在其中 时代论就说什么呢 就是教会里面有魔鬼在 他就讲到耶稣讲天国 里面有魔鬼的作为 就是小鳥 这个其实是灵意解经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真的跟当时的别加摩教会说 那也会跟我们说的 另一个错误 另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平约室Joseph Prince 有几个人 有试过听过他的讲道的 有没有 OK 有一个 我想讲讲平约室的教导 就是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是什么呢 他是只讲恩典的 是不讲神的戒命 也不讲悔改的 基督徒说悔改是改变主义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令人觉得你有恩典就足够了 他说你有罪是什么呢 他说你有罪就休息就可以了 他没有讲到刻意去处理罪 因为圣经讲到 就是我们 是我们 就是说我们 我们处理我们的内心 我们里面 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拦阻我们 恐怕我全方级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就是圣经有讲到处理的 还有他讲到启示录七封书信 是写给一个使者 使者只是那个目者而已 不是写给平信徒的 并且因为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警告 叫他们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因为他的教导是反对的 他说如果有人说悔改 要离开罪 要悔改 他们是反对的 他说这七封书信 其实只是写给一个使者而已 但是回应很简单而已 很简单 记不记得一只读经文 说到什么 凡有义的就要听 不是啊 只是你是使者才要听 凡有义的就要听 就是给所有人 给当时的别加摩教会 也给我们每一个 这个就是从圣经解圣经 就是说由圣经里面说 到底是写给谁 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 这七个书信 由以弗所是每拿 接着就到别加摩了 我们这次就看到这个别加摩教会 好了 首先就看看 耶稣怎样介绍他自己 向别加摩教会 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人利劍的说 他有两人利劍 在圣经里面有说到这个两人利劍 在这里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那里说 神的度是活泼的 这个意思其实是生命 因为活泼有时不是 我们现在用活泼 就是小朋友很活泼 很有趣的 那个意思 但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 是Living 是有生命的 神的度是有生命的 是有功效的 就是会产生果效的 给一切两人的劍更加快 其实是利的 这个意思的 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的 这个是因为翻译了一段时间的 我是在用磨合本 我知道你们这里不是在用磨合本 甚至魂与灵 骨折与骨髓都能刺入否开 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那你要说到骨折与骨髓 就不是真是你的骨 就是神的说不是入你的骨 因为后面解释了 这个就是经文解释了 就是将我们的意念和主意能够辨明 分辨到 其实我们看圣经会能够分辨的 分辨到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呢 有时有些人说很爱主 他很喜欢做外面的东西 很喜欢做人看到的东西 那其实真的是不是爱主呢 他可能里面是爱自己 爱自己的荣耀 希望人看到他 当人一说他有什么要改善 他立刻发烂闸 很不开心 因为他很看重他自己的面子 那时候其实他是不是真的爱耶稣呢 他是爱自己 所以我们反思了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真的被耶稣改变 是不是跟从耶稣 让耶稣作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被自己作主有什么后果 魔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 被魔鬼留地步 很多基督徒 其实他的生命里面 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为什么被魔鬼留地步呢 他里面容易发生怒 猛疹 生怒人 不遥恕人 有抗拒人 或者是低沉 觉得自己很没用 这些意念很多人以为觉得没事 但是圣经其实说到 犯不是出于信心都是罪 就是说 我们不是出于信心 哎呀好烦啊 甚至耶稣快点回来 那我不用做了 这个观念呢 和想耶稣快点回来 我可以见到耶稣 我欢喜耶稣 我欢迎耶稣回来 是不同的哦 有些人欢迎耶稣回来 他会努力全欢 但有些人只是说 哎呀我不想做了 我快点 耶稣回来 我不用做了 哎呀不用面对这么多苦了 当然做人是真的有很多苦的 不过耶稣的能力够我们用 那么有很多人就被这些苦所压住 这个时候其实 神的话语会醒察 因为圣经说到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读的日子 已经写在他的策上 诗篇139篇16节 神已经有一个计划 而当我们将身在献上 当作活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 纯全可气的旨意 原来神给每一个人 有一个完美计划 将来我去到天堂 你会发现 神有一个奇妙计划给你的 你说 哇原来神的计划这么伟大的 我可以祝福这么多人 怎么知道 为什么我没有活出 很简单 没有将身体献上 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没有更新变化 经常看着问题 人们看着问题就很惨的 看着神就有力量的 所以神的话语来到 我希望大家都说 省察我们的内心 到底我们看重神 因为看重家庭 看重家庭没问题 不过耶稣说 你爱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我看重你 当我爱你 我就会爱家人 但我不是将家人放在手里 也不是将我烦恼放在手里 神就说要省察我们 希望我们今天都会省察 尤其一会儿我们会有领盛参的时候 都会省察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让神去改变呢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第一就是耶稣介绍他自己 就是 他说有良人利监 他能够刺入否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知道 需要悔改 跟从神 但也是很轻散的 有些人说 哇 这很恐怖啊 很害怕啊 神啊 看到了我的东西 我曾经说过很简单的 因为一杯凉水 做了一个小子 身上耶稣都欢喜 我们一悔改天上为他欢喜 一悔改 所以我们有罪就悔改 然后跟着我们遵从神 一杯凉水 神都欢喜 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天天都开心 我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我赞美神 神就欢喜了 我遵从神 神就欢喜了 我侍奉神就欢喜了 我祝福教会的姊妹 神就欢喜了 我祝福外面的人 神就欢喜了 就是总是做神的事 就算做了一点 神就欢喜了 当然我们希望做更多 但是你一路开始做的时候 神已经欢喜了 那我们就欢喜快乐了 我们也愿意将生命献上 这就是神醒策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好了 跟着别加摩 今天我的主题主要讲到 是一个坚守神的命 在受迫白的时候 他仍然坚守神的命 我们也学习面对迫白 我会说到有硬的迫白 和远的迫白 有些比较强细的迫白 有些好像没有强细的迫白 被杀 不过这群人仍然坚守主的命 没有弃绝神的道 这就是说到别加摩教会的强项 在迫白之中没有放弃主耶稣 这是非常美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预备这个心 面对任何的迫白 马太五章十节那里说 下面的经文那里 为以受迫白的人是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为以受迫白是有福的 天国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仍然有机会受苦 为主受苦是有福的 但不是代表我们制造苦的 因为耶华见证人是这样的 他制造苦的 就是好像做一些事情 别人未必喜欢的 他受迫白的时候 他又说 那我就有福了 我们不是制造 但的而且确耶稣说 世人恨你们先 恨你以先 已经恨了我了 世人会恨耶稣 因为耶稣讲真理 耶稣叫人悔改跟从神 所以这个世界也会憎恨我们 那我们受迫白的时候 我们就想着 不要紧要的 神会纪念的 神会赏赐的 神会加力给我的 讲了很多后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就是现在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 永远的荣耀 是永远的荣耀 是神永远纪念的 我们就说 神啊 我们受的迫白不算得什么 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迫白有强势的迫白 和不是那么强势的迫白 在这个图下面的右下角说到 世人积笑或者抗拒基督 是软性的迫白 有强势的迫白 这个世界将会有迫白 圣经有说到的 在那时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那时 你们要被万民恨惚 并且他们要陷害你们 杀害你们 圣经有说到这个强势的迫白 但也有说到 这个基督抗拒神 抗拒的时候 有很多基督徒就不敢说耶稣了 不敢提及耶稣的名 你敢不敢向人提及耶稣的名 也有很多人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害怕 害怕有人笑他 抗拒他 第二个原因 就是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说 有很多基督徒觉得 信耶稣就是回教堂 信耶稣就是听道 信耶稣就是遵从神 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向世界上的人去说 是鼓励他们信耶稣 但其实圣经有说到 他说我来 不只是叫你们听到 耶稣来不只是叫我们听到 是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丰盛的生命是怎样呢 是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的 你会时时见证神的作为 就算有迫白 有困难 我都有力量 我都有喜乐 因为神与我同在 看到神的作为 这就是生命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也有言语的见证 就是我们显出被人看到 就算受迫白 有些人会很害怕 很不开心 受苦或者有病 很不开心 但是我们有耶稣的时候 我们心里平稳安静 好象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我们能够平稳安静 在神里面有神的平安 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呢 怎样能够暂立得稳呢 就是一定是和神的关系 因为力量来自神 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尝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为什么会多结果子 因为你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住在你里面 那里面就有果子 那些果子就流出来了 就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有恩典 有祝福 好像约失 他就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的意思是 不是一定好像风圣神学 所说的有钱 不是一定的 而是说 你会在每一件事上都荣耀神 在人际关系 那些人跟你相处 都会欢喜跟你相处的 会觉得跟你一起很开心 有鼓励性 有安慰 有帮助 这就是荣耀神 或者我们做工的果效是好的 有聪明智慧的 有能力的 这些是神给我们的 也都是神答应有供应的 先求祂的国同悦义 一切加给我们 但不是一定说大富大贵 但是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 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 让你可以荣耀神 和侍奉神 我感谢神了 我今次回到香港 其实我所有侍奉都是义务的 神供应我以致 我能够开了一个宣教事工 去过十五个国家宣教 现在不断帮助在宣教地区的人的需要 帮助不是帮助他普通的 而是帮助侍奉 训练侍奉 以及帮助一些重要的事工 我感谢神了 如果你对宣教有兴趣 你可以跟我谈谈的 这是神的供应 是我没有可能有这么大的数目 在这几年 我们的数目 是 有达到几百万 这是神的恩典 就是我们有这个心 去侍奉神的时候 有些人有这个心 看到 原来宣教去帮助这些人是重要的 他们就会 就是他们就会投入去帮助 那这个就是恩典 就是说 神给我们足够 按照你和神的关系 先求神的国和你移 神就给你这一切 让你能够发挥生命 有些人说 我都年纪大了 我都做不了什么了 我想说 你有生一日 你都可以为神做 可以暂律得稳 这个经文说到 基督徒能够作见证 能够荣耀神 首先我们有神的生命 有喜乐平安 有力量 有自信 这个自信不是从世界来的 在神里面我深信我的生命是宝贵 我能够祝福人 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 我的说话 是可以祝福人的 可以更新人的生命的 我可以告诉人们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真的你的生命会更加平安 有喜乐有力量的 我们自己也有平安有喜乐力量 我们跟人说见证 人才能够看到是真 譬如我们自己也很烦的 经常都很烦 跟人际关系又不好 也不好的时候 人家说 你信耶稣就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有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胆作见证 很多人不胆作见证 这里讲到就是淫乱 罪恶的世代 耶稣说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 其实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 没有耶稣的生命 所以他们会觉得 耶稣只是救我而已 哎呀 真是 他只是听到 信耶稣就是听到 信耶稣不是只听到 听到是开始而已 然后我们改变 他说人子在他的荣耀和天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都将那个人当作可子的 所以我们就处理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不怕 靠着耶稣不怕 在这个经文讲到就是撒但座位居住的地方 这个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多邪恶的世代 我们都看到真的有很多邪恶世代 很多在网上的欺骗 也都在基督教 所谓基督教圈子下 所谓 就是有些自称为基督教 里面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譬如有些人都离了大谱 他说保罗说的是错误的 因为他叫人不用守安息日 他说是违反圣经的 但是保罗说这些安息日、月朔、折旗 这些都是后视的影仪 这个形体是基督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一定要跟从这个 因为他们解释圣经错误 其实有不同的错误的教导 在网上这个恩典福音 或者其他的教导 我们都需要小心的 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多魔鬼的作为 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人被杀 但是他们依然坚守他的命 没有弃绝神的道 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首先我们有神的生命 第二件事很重要的 在受逼迫的时候 盧家福音12章11节那里说 人带你到会堂和官府面前 受审的时候 你不用想说什么 不用怎样分数 说什么话 因为在这个时候 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这个就会给我们有信心了 就是说真的是受逼迫的时候 圣灵会教导我们说什么话 圣灵会教导我们说什么话 也会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安全的 就是说基督徒 神不会叫所有基督徒 被人逼迫和杀害的 神是会和我们沟通 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安全的日子 尤其是全阳福音的 尤其是听神说 全阳福音的人 听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生未曾想到的 所以圣灵是会带领我们 有些人说 我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这个圣灵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圣灵其实有意念或者声音 真的有人听到圣灵的声音 我自己听不到的 不过有意念就很多了 我说一说圣经有什么意念呢 有很多的 圣灵来到 保卫斯来到 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习给自己 圣灵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习给自己 有没有知罪呢 知罪就是圣灵的声音 当我们看圣经 听到圣灵有没有讲起 有没有感动我们 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 有时候说 你不如帮那个人 你唱他全呼音 有没有这个意念 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 或者说 我想呼召神 呼召你 我呼召你去做什么事奉 鼓励你去做什么事奉 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 其实我们过基督徒 由知罪 到回应神的话语 离开罪 和遵从神 侍奉神 都有神的带领 你越亲近神 你的带领越多 神的祝福越多 我都稍微分享一下我弹琴 其实我弹琴只学了一年 但是神教我 怎样教我 真的在我弹琴的时候 神就教我 怎样去表达出来 表达出我里面那种火热 其实老师从来没有教我这些 是我弹琴的时候 圣灵教我的 曾经有教琴的老师 他说你怎样弹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 让我先弹一下 我再弹一下 我才能看自己怎么弹 原来神可以这样教导人 当然我们要明白 我们都要学习 我认识过很多的 比如有些人说 牧师你为我祈祷吧 让我可以去广道 我说广道不是只是祈祷的 你都要练习的 你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圣灵的带领 不过我们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是认识圣经 熟习圣经 熟习圣经有什么好处 第一自己得力 随时得力 深信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 我就深信魔鬼不能够拿走我的东西 魔鬼如果我犯罪 魔鬼会偷窃杀后毁坏 还有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其实我念圣经是由 以前灵传堂开始的 以前灵传堂的时候开始 就是念圣经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习惯 神就会跟你讲话 还有教你 我们要练习 传堂要练习 处理生命要练习 帮助人练习 也会遇到迫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迫伯 你家人可能说 你不要信得这么迷 你不要什么 或者不要去教会去这么多 这些都是迫伯 那你怎么回应呢 我们可以回应说 神真是很大祝福的 你看我现在又起落又有平安又有力量 你也可以的 这样的时候 他希望他受影响了 不过他不接受 你不要天天磨他 但是你的生命有起落平安 就是一个好的见证 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有圣灵的带领了 另外 这个经文也是说到 被神带领了 就是神会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 聆听圣灵 为什么要聆听呢 很简单而已 你看圣经 你看看有什么意念出现 你看看经文 不要这么快跳到下一节 有什么意念 你就留意 你就处理生命 你就遵从神 你就会留意到了 你慢慢留意到 你会留意到圣灵提醒你一些东西的 帮一个人 你去如何传人福音 你如何参与教会 如何关心教会里面某一个人 圣灵会提醒你 你越留意 越听话 你就越收到更多的声音 其实我本书《轻松得圣》 曾经送给你很多人 很多教导都在圣经里面 都是圣灵教导 都在圣经里面拿出来的 两样都有的 我广告的内容 都有很多是圣灵带领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真的不惧怕 不像以耶稣为可耻 耶稣是恩典 是力量 是我们的救恩 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不以耶稣为可耻 而是以福音 是神的大能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一切相信的 所以我就说 神啊 你的话语是有能力 有权柄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 哎呀 我听了很多年度 我听了一下 听到 经常都恩信正义 哎呀 很累了 没什么兴趣了 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的 他们会觉得 听了很多年了 没什么兴趣 其实因为 为什么呢 他没有发掘 神的话语里面的恩典 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 没有看到原来亲近神 那么喜乐平安 比如我带领经班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享受的 我是一直享受神的 那我就有力量了 在我里面 我不是只是听道 在我生命里面 不是只是听道 是神活在我们里面 神和我们一起 神加力给我们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 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会改变人 我们时时和人一起 祝福他们 我想说我们真是末期近了 第一 这个左边的图就说到 这个热浪 2022年 有超过7万人在欧洲热死 这个不是全球 全世界现在热死人多很多 比以前多很多 圣经又说到 在末后日子会热死人 其实现在都热死人 不过将来越更加紧要 我们看到天气变化 变化在这十年是很强劲的 继续下去再十年你想想想一下 虽然有些国家说环保环保 不过环保极都是很多 很多放出的废气 很多各样破坏环境的事实上 在全世界都发生着 事实上是没有停止到的 有减少一点 不过是没有停止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过十年之后天气会怎么样呢 我们留意每一年天气改变 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去年那些洪水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 洪水涌得很厉害 香港也有很强劲的洪水 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强劲的洪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过了十年很难想象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哇 会变成什么世界呢 真的很可能进入这个末后的时代 所以不要以为是很远很远 我们很可能是在末后的最后一代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时候 暂立得稳 不要惧怕 不要害怕 也在右边说到有不同的地区随时可以战争 如果大家留意新闻你知道 其实现在都发生着的 这些战争都发生着 随时可以扩大 如果一用核武的时候 更加是很难以想象 用核武不是只是被炸的地方受伤害的 因为那些核子层飞上去高空的时候 遮盖全球 全球的气温会降低 然后那些农作物全部会失收 是很严重的 所以一用核子弹 影响是全世界的 我们都求神怜悯 就是保守 困难了这些战争发生 还有罪恶的急增 很多不同的罪恶 我们看到那些欺骗 那些 大家要小心你的手机 知道吗 电脑 很小心 不要乱按摩 那些二维码 不要乱按摩 因为有些人是有病毒的 一扫就立刻入了局了 或者是迫伯 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迫伯 就是我们求神怜悯的那些地方 这些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就说 我们快到这个末后日子 只希望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 另外别加摩教会有其他问题 就是耶稣指责他们 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以及吃祭偶像之物 以及行奸淫 在四六语章23节那里讲到 神是刹汗人肺虎心肠的 主要并要按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各人 在耶利米书16章17节 因我眼目刹汗他们一切的行为 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们的罪业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 就是说神看到一切 保罗说到他说 我们仕途好像一台气 在天使和世人面前显露 我想说 仕途是这样 其实我们个人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有这个瓦遮头 这个屋顶 但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一生是全世界看着 在这个大审判的时候 我们一生人全世界看着 所有一切我们的心思 意念言语行为都显露出来 圣经讲到人所说的行话 居高都要供出来 我们所有的说话都要供出来 我们就说 神啊 求你帮我们 真是保守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 不只是说的 是在心里面 比如说那人真是坏了 我真的生气他死了 生气到他恨他 我不喜欢他 在心里面有这些意念 神都看到了 我们就知道 神看到别加摩教会的问题 也看到我们的问题 别加摩教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巴兰曾经教训巴勒 曾经教导巴勒 把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 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 这里讲到两个罪 一个就是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 而圣经讲到行奸淫逃避淫恨 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行淫可以是思想的行淫 你看到一个性感的人 他心里面就去想一些不好的意念 有些人他都说 经常有些色情的意念在心里面出现 因为接触太多 变成心里面经常出现 因为思想就影响整个人 好像里面流露出这些淫念出来 这个就是生命被魔鬼偷窃 以至他里面不是充满喜乐平安 不是信靠神 而是被污蔽影响的 所以我们知道原来 犯奸淫是影响整个身体 犯奸淫和其他罪不同 就是他会影响得罪我们的身体 奸淫有些人他会做的 譬如现在很容易的 在网上有很多色情的影片 自己会弹出来 你一看他就跟着 在网上会出现很多色情的影片 很多手机或者网上 这些都会出现 并且这个世代的人都很随意 所以有些人上班 有个同事他很孤单 大家愈来愈亲密 愈来愈 愈来愈 喜欢同事多过自己的太太或丈夫 这都已经在心里犯奸淫了 所以我们就反省我们的生命 是否被淫乱思想影响 我不能不做 其实越想越做就越要做 耶稣有没有 不是三年 不是三年 是三年全福音的三年 耶稣有没有守淫呢 肯定没有 我们做这件事 是否荣耀神 肯定是不荣耀神的 有很多时候 人们会想很多事情 所以求主赦免我们 洁净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知道 行奸淫是很有破坏性的 圣经说到巴勒 巴勒叫他去就座耶稣 他就想去 但是神就叫他 最初叫他不要去 后来他就说你去吧 后来的路开口 大家可能看过这个 这个路开口 为什么你打我 他就指责他 然后天使就出现 但天使就说你去吧 最后巴勒真是说祝福以色列人的说话 真是 不过他有一个诡计 他最后是说祝福的 但是他的诡计是什么呢 他就引诱那些人 那些摩牙女子 去引诱那些以色列人 这些在经文里说到 这些女子来到 叫她们给她们的神 叫她们给她们的神献祭 巴勒吃她们的祭物 跪拜她们的神 三十一章十六节 这些父女因巴勒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比以的事上得罪耶和华 以至耶和华的回众遭遇瘟疫 这里说到犯奸淫 以至一天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就是他们所犯的罪 看到神征户 神不喜悦 有些人说 比如这个恩典福音 新约不是这样的了 新约没有 这个平约室和其他的教导 网上有很多教导都是这样的 很多电视的讲员 很多这些报道家 都说到恩典福音 他们说到 新约不再指责人 在这里 这个被别加摩教会的书信 就指责他们 并且说凡有义的就要听 所以这句话 不只是给这个使者 而是给所有基督徒 我们知道犯奸淫的重要性 心中的淫念 已经是犯奸淫 以及逃避淫行 因为人犯的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所以我们求主帮我们保守 并且 吃制偶像之物 就是这些偶像之物 其实圣经有说到 这些食物不能够算什么 轮到吃制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不算什么 但是可能他们也真的有这个偶像 有拜偶像 那么我们今世的偶像是什么 钱 手机 或者要成功 就是我们今世的偶像 另外 尼哥拉一党的教导 就是生活放荡 和信仰混乱 他们的信仰 信仰混乱 我刚刚也说过 生活放荡 就是说到人们好像不追求圣结 不觉得圣结是重要的 圣经说到你无要追求圣结 这些详细我不说了 这些详细简单说一说 生活放荡就是什么 我说是就是放荡 放荡情欲 任性不信服神 不听劝 用脾气来控制人 发脾气利用人 或者手机电视 这些都是人放荡的情况 而耶稣最后都应许 应许像玛拉和白石 玛拉是什么呢 就是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给他们的食物供应 神会给我们熟灵的食物 你有没有熟灵的食物呢 有些人说 我有看圣经 我识了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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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查完有没有应用 有没有走在神的话上 希望我们有隐藏的玛拉 就是有神的话 在里面有力的 你觉得从神有力 你就会有神的玛拉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没有力 就是这个玛拉只是一个知识 知识不能够帮我们 耶稣允许我将这个隐藏的玛拉赐给你 并且你有一个新名 在这个石上有这个新的名字 你有一个新的名字 有一个新的身份 在永恒里面有新的身份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这个名字是永远的 那些跟从神的人 是永远有这个名字 那你想这个名字 是充满荣光的 荣耀神的 因为你想这个名字 都没有发挥生命 是很多罪的 很多软弱的 我希望我们 今天就说 神帮助我们 是有这个新名 并且有这个隐藏的玛拉在里面 有这个荣耀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祝福人的 这个名字在天堂上 永远被纪念 或者今世也是被纪念 神也是被纪念 是永远神被纪念 这样我们就走在神的道上 圣经说到德性 是什么意思呢 说到德性的人 就是有这个隐藏的玛拉 圣经说到 德性就是 将这个 起初离弃的爱心 行悔改 做回以前所做的 就是有这个爱心 自死忠心 我就赐给这个生命的冠冕 凡有意的就应当听神的话 遵守神的命令到底 并且发热心 悔改 不要不难不烟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德性 求主帮助我们 靠主耶稣德性 我们在这个时候 有回应的诗歌 去回应神 就是说 圣灾圣灾圣灾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走在圣结之中 神是圣结的 圣结是美丽的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哎呀 很害怕 因为很害怕 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罪 圣结很严厉 但天堂就是圣结的 圣结是美丽的 所以我们想到天堂是美丽 因为它是圣结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活在圣结之中 如果你的家庭是圣结 是充满恩典 并且遵从神的 你的家庭就有爱了 如果你的家庭经常吵架的 就是没有圣结了 求主帮助我们 活在圣结之中 圣灾圣灾圣灾 圣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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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在 慈悲全能 全在 生悲十一生 扶持与圣年 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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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葬燕慧慧 吹人 反过 难解 人 行 够 追 心 做 为 路 相 主 自 心 为 路 相 主 自 主 善 能 有 全 爱 自 心 结 真 生 我们有另一首回应的诗歌 那些歌字很简单 耶稣爱我 然后呢 最后唱耶稣 你可以闭上眼去唱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 耶稣 这个就是回应神 回应神 耶稣安慰我 耶稣可恶我 安慰我 我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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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改变我 耶稣 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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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主求你改变我 你叫我们 没有恩恋 没有灵力 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祝福 我们再唱一次 耶稣改变我 耶稣 改变我 耶稣 改变我 改变我 耶稣 我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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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主耶稣帮助我们 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自义之中 活在神的计划里面 彰显神的荣耀 叫我们不怕迫白 不怕人击笑 叫我们活 本有神的荣耀 本有神的生命 活出神的生命 走在神的指引之中 彰显神的荣耀 带人到耶稣面前 做神所起源的事 脱离不同的罪 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加力给我们 我们只要有罪的意念马上处理 有罪的意念马上用圣经的意念全取代 我们就可以处理罪 由主加力给我们 保守我们 叫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 叫神 帮助求神 帮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 是做得到的 你开始一杯凉水 神就起源了 你开始悔改 神就起源了 由主加力给我们 感谢天父 赞给天父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 圣灵阿们 哈利路呀 永耀归给主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